所以他有說為什麼要去他家做恐嚇的動作嗎? 這個部分他們有提到說 這個釣抹制曾經跟這個他們等事人說 要到這個他們家 一個有錢人的家中 要賺一條小條的 這個部分都沒有財務損失 他們家人沒有受到傷害 他到這個家裡只有叫他們不要動 然後拿出一張的紙條 內容型的時候你跟你兒子的行蹤 我們都知道 然後你就好好配合 然後隨即就離開現場 根據總案室的警示筆錄 還有到案前往的供詞 經會提到與榮會選舉有關 這部分我們有加強總案室的住家 還有榮會的安全額戶 四個人都抓到了 目前抓到兩名 兩名在逃 有沒有想到跟這次榮會選舉 到底有沒有關係 應該是這樣 因為在二十九號晚上 差不多八點多的時候 有三名蒙面台座闖入 他們只說了一句說 你們家人的行蹤我都知道 是不是以後大家好好來配合 自己要配合什麼 我問他兩次他也沒有說 前後差不多五分鐘就離開了 應該是說這樣講 應該沒有市政 沒有政績也不曉得是不是 應該我自己個人就太想 應該是恐怖其他的味道 是不是會比較大一點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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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